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目前世界上最便宜的無線圖傳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什麼是無線圖傳 那有線的呢就像是一個電腦嘛 然後你要有一個輸出裝置可能是你的螢幕嘛 那你如果用無線圖傳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條 HDMI 線丟掉 然後我們電腦就可以直接傳送到我們的螢幕 就是無線啦 那這個叫做SIMBALL的TP mini無線圖傳 是今年在NAB秀才剛發表的新產品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快速開箱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如何使用 然後用起來怎麼樣勒 好盒子裡面有一本快速指南跟網路說明書 然後有一條 USB Type-A 到 Type-C 的充電線 那接著就是我們的無線圖傳啦 哇塞這超級鮮豔的紅色耶 然後上面還有龍 因為這是龍年限定特別版本 好啦那盒子裡面就是這些東西啦 我們先來把我們的發射端放到我們的相機上面 接收段直接接到我們一個螢幕上面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即時的看到 我們相機拍攝到了什麼東西 直接傳回螢幕用無線的方式 所以我們相機就可以拿出去開心亂拍 然後我們這邊的螢幕還有影像 直接看到我們到底在拍什麼 你如果一條 HDMI 線可能5公尺 10公尺就很極限了 你這個無線圖傳你可以拿超遠的 好幾百公尺 稍微看一下說明書 它其實滿省電的 它接收端跟發送端最大只會用到 2.5W 2.5W 其實非常非常省電 對圖傳來說 你看像這樣子一顆大概 20 幾 W 小時 你可以用 10 個小時 這組無線圖傳除了用剛剛的 Sony MPF 電池供電以外 它其實也可以使用我們的行動電源來供電 你只需要接上 USB Type-C 插著 你這樣小小的一個行動電源也可以持續使用 10 個小時 這真的太省電了吧 那稍微看一下這組圖傳的外觀 那我們其實接收跟發送端兩個是長得一模一樣的 連重量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主要的差別就是發送端這邊是一個 HDMI IN 然後一個 HDMI OUT 那我們接收端是兩個 HDMI OUT 沒有 IN 的這個選項 所以兩個你沒有辦法互相交換使用 你就是一個接收一個發送 所以 HDMI 孔下面這裡就是我們的 Type-C 供電孔 後方就是我們的 NPF 電池背板 側邊呢還有我們的電池指示燈 然後裝上電池後我們就有我們的電量指示燈 但是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它就會自動熄滅 如果你想要再繼續看一下你的電量的話 你就按這個上面的按鍵 就可以叫出我們的電量指示 那下方這裡還有一個按鍵就是配對模式 就是兩個一起長按的話 它就可以順利配對 那理論上是只要配對一次 你下次只要插上電就可以繼續重新使用 不需要每一次都一直重新配對 配對按鍵下方就是我們的電源實體撥桿 那整個圖傳下方有一個四分之一的孔洞 可以讓你安裝 最後上面這個黑黑的部分 就是我們內置天線的部分 就不會有天線這樣突出來 然後會不小心折斷 直接內建天線 方便好攜帶 這樣看一看我還是滿喜歡這個龍的圖案 因為我自己是屬龍的 所以這看起來就有點有點紀念價值嗎 就是龍年喔 稍微置入一下 我們這邊是開影像工作室 專業的影像製作團隊 專門提供客戶客製化的影像製作需求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下方官網連接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再稍微玩一下這個HDMI連接的部分 像是我們這個發送端的部分 這個是接收端 這是發送端 發送端現在是用相機連接到我們的發送端 那現在發送端又可以直接loop out 那這樣拍攝的時候你也可以直接看到一個即時的影像 那接著我們來玩一下我們接收端的部分 接收端我們組合完成啦 那我們這個是發送端 相機連接發送端 發送無線訊號 沒有中間沒有任何的線 直接傳到我們的接收端 那我們這裡就可以有兩個輸出 兩個HDMI輸出來 一個可以接一個螢幕 另外一個你可以接到可能比較大的螢幕 可能是30寸的監看螢幕之類的 看得比較清楚 那我們這樣就更多的輸出選擇 所以我們像這樣子即時的影像組合 我們攝影師本人也可以看到即時的影像 我們可以傳到後面 可能有其他人要看 也可以看到即時的影像 這樣子真的是非常方便 除了剛剛的相機連接方式以外 我們只要是有訊號來源 想要傳到另外一個螢幕 或輸出裝置 都可以使用這個無線圖傳 像是我們現在連接電腦 然後我們直接連接到另外一個螢幕 所以假設你在會議室裡面 你電腦連接不需要去拿那個HDMI線 這樣子接過來 有夠狼狽的 你只要連接 輕鬆的連接一個小裝置 你就可以直接做你的簡報 那還有其他的就像是家庭劇院 你不需要投影機在上面 然後牽一條很長的線上去 你直接一個無線圖傳這樣子連接 然後你的投影機上面就可以接收訊號 所以像XBOX Nintendo Switch Steam Deck 還有PlayStation之類的 全部都可以連接啊 多麼方便啊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無線圖傳連接的穩定程度 同時我們也來順便分享一下 我的官方網站的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這個官網呢 其實就是我自己設計的 那下面有一些像是攝影的文章 就像這個無線圖傳 我也會把它達成一篇文章 就放在我的官網上面 那我們就是希望 我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資訊 在我的這個網站平台上面 影像穩定程度看起來 目前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是你還是可以順暢播放 不會有忽然卡個一秒鐘之類的 完全就停在那裡 之類的問題 這個看起來是還OK 那之後我還會再製作一個 更深入的測試影片 我會把它放在我的工作室帳號 YouTube 上面 所以有興趣你可以先去訂閱起來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 SIMBO TP-MINI的開箱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 按個贊 你們對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